花莲南区退休公教人员协会 为了表达对长辈崇高的敬老心意 发送敬老金以及金传婚表扬活动 发扬老无老以及人之老的美德 活动发送敬老金和三层助手蛋糕 其唱生日快乐 献上了满满的祝福 现场是洋溢着幸福和温馨的气氛 夫妻俩一起手牵着手走红地毯 他们是结婚超过50年的金婚夫妻 花莲南区退休公教人员协会 为了表达对长辈崇高敬老的心意 隆重地举办金赚婚的表扬 来发扬老无老以及人之老的美德 然后呢 退休后跟我们的兄弟们下节 经营的我们的这个官商便当 夫妻两个最重要还是互相忍让 人一方面一个人一个人 万事OK 什么事情都和平相助 活动除了共同见证结婚50到60年的幸福时刻之外 也颁发了敬老礼金 给70岁 80岁 90岁以上的长者们 表达对长辈崇高敬老心意 我们的活动内容包含有这个敬老金的发放 我们在刚好70岁 我们也有这个 因为人生70才开始要鼓励一下 80到89还有90以上有三个年龄阶段都会赠送这个金老金 协会理事长黄夏明说 2025年即将迈入超高龄化社会 应接一年一度的重阳节 千岁团民众相见欢 期望透过活动关心长者 尤其要运动保持良好生活习惯 得以享受快乐的老年生活 记者高双双张明泰预理阵采访报道